在學校比較像我自己想要表達什麼 是不是企業叫你做什麼 你就一定要做什麼 沒辦法完成就是全部都只著用在你設計這款 它不是只有開始的設計發展 你這件事情會有市場潛力嗎 跟產業時代會有一點落差 讓我們試著一起來對話吧 我希望透過這個設計 能夠讓那些受到創傷的小孩 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 透過好的設計 讓人家更容易地去理解更感同身受 雖然我們會給予它我們過去的經驗 但是我們不會去直接受限它 希望透過我們設計有趣的回收方式 讓一般大眾可以參與到玻璃循環的系統當中 讓彼此都可以看見彼此的立場跟心法 透過設計可以讓大家就是更喜歡素食 然後更能接觸素食 新一代的設計展 搭建了一個非常好的合作的平台 在政府 企業跟學校當中 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範例 這個案子我覺得做到了一個願景 其實他們充滿了能量跟火力 跟種子一樣不夠成長茁壯 企業裡面也會激發出一些在設計上的一些想像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其實彼此都在學習 希望透過我們的設計做出一個好的產品 小朋友會看到真的覺得好玩 光光科跟人有更好的商品 它就是協助我們去找到透明的那些 優化使用者事情上面的體驗 用設計去推廣這個價值